这是什么材料的 这好像叫牛筋布 难怪他还带着点弹力呢 原来这是牛筋布 不是牛皮筋做的 不过它有弹力 确实是因为有牛皮筋 走 咱们一起找全罗 敲出 王老师这地方很危险 你别下去 有你们这么多专家在旁边 我还能被海浪卷到海里去 于是一直不大不小 便一直在忙活 干到学生放学 帮王毅拎到山顶上去 王毅跟麻溜一起收拾藤壶和全罗 徐恒过来帮忙 他凑上去看了看 这什么东西 这么恶心啊 那你别吃 别啊 看恶心归恶心 可我该吃也得吃 外面下雨 今天没法在树下吃饭了 王毅就让徐恒 把菜端到了门师部的柜台上 拿出四个杯子 给孙真男徐恒 还有祝真学艺人 来了一杯白酒 漏勺端着一盘子 海螺可烤蒜蓉粉丝上来 趁热乎 都趁热乎 吃完王毅喝多了酒 回了廷涛居 今晚有空前回到22年 把张有信的邮票给带上了 发给了袁辉 既然来了22年 他准备去天涯岛上看看 这样他开着天涯一号 从县里奔赴天涯岛 敦子正在一间老屋门口 抬头打量什么 你在看什么 看见美女了 不是啊 老板 你看看这是什么 是燕窝吗 对 是燕窝 老板我关注这东西好几天 现在是秋天了对吧 燕子让南非了对吧 对 那这燕窝已经空一年了 我拿这燕窝去煲汤 不算缺德吧 王毅仔细看看他 是敦子能干出来的事 燕子不会觉得你这么做缺德 记得来一首春泥 敦子沉默地看着他 像是看一个傻逼 王毅也同样感觉自己在看傻逼 傻逼看傻逼 老板你喝多了 我跟你说 喝酒对家庭不好 我以前当保安室后有个同事 他就喜欢喝酒 有一天职业班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酒壶忘在家里了 就回家去拿 结果当晚因为打架都无尽派毒所 第二天就离婚了 哈哈哈哈 敦子你怎么越来越傻了呀 说话颠三倒四 前言不搭后语 老板你真喝多了 脑子都转不动了 听到这话王毅一愣 仔细一琢磨敦子刚才那事 突然就尴尬了 这小子刚才是给自己下套了 自己竟然被敦子给套了 你脑子转得动 你想要吃这燕子窝 这是土窝呀 老板你真喝多了 你脑子不会转了 我都说了 我已经观察这个燕子窝好些天了 它要是土燕子窝 我能不知道 那那那 那这燕窝能吃啊 是金丝燕的燕窝呀 你以为呢 我都说了我观察好几天了 可燕窝不是白色的吗 老板你真是不行了 天然燕窝不都是白色的 算了 你这回喝多了 我不跟你多说 说多了你也听不懂 王毅一听这话 他以为敦子是小丑 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 今晚我过来有事 那个山顶的生产线开工了吧 先把现在生产出来的货品 给我搬到船上去 他迫不及待想要离开22年 回到82年 他竟然被自己一直鄙视的敦子给鄙视 回到82年 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是9月9号 天气放晴了 穿上衣服出门 王毅轻轻地听着风声和浪花声 王向红走上来 他看到王毅后愣了愣 王老师 你今天怎么突然起这么早了 昨晚喝了点酒睡得早 今天起得早出来看了个日出 然后我有点感悟 这大自然的景象太雄伟了 相比之下喝酒一点意思都没有 王向红点点头 是啊 那你准备戒酒了 不戒啊 那那那你有这感悟有求用呢 就是有这么个感悟而已 王向红懒地搭理他 去准备放他的广播 教书育人为国为民 从曾祖父廖授徒算齐 这时候一艘船忽然急匆匆地开到了天涯岛的码头上 王老师 救命了 快救命啊 王向红和王毅都跑来 王老师 你这里有没有解毒药啊 快快快拿解毒药啊 是谁吃耗子药了吗 我家里有阿托匹 是是是陈静涛 是陈静涛 陈静涛吃盐卤了 他要吃盐卤自杀 有没有把人送医院啊 这去现医院时间太长了 来不及 只能来找你救命啊 那你们等我一下 快速回到听涛居 拿出装了软件库的笔记本电脑 输入了盐卤中毒 然后看了起来 明白了 拿了大包装的灭菌牛奶迅速回到码头 陈静涛是怎么获得盐卤的 你们队里有豆腐房 对 金兰岛上有个豆腐墨房 是陈家的 已经不做豆腐了 王向红点点头 前几天我买豆腐 结果一打听 听说你们陈家豆腐房不干了 王老师 你是想灌豆浆给涛救命 我们队里没有豆浆了 王一下意识地挠了挠下巴 你们没有豆浆不要紧 我这里有其他的东西 渔船很快开到金兰岛 好些人家围在了陈静涛家的院子里 三哥你干啥呀 咱赶紧去医院去洗胃啊 你真是死心眼 你干嘛非要钻针牛角尖 回去家里把这事放下了 回去家里都往前看了 陈静涛双手抱着肚子在床上 闭着眼睛不管不问 一行人进门 怎么都在外面 进去啊 门窗都锁了 妈个闭的都是狗脑子吗 他态度要将陈静涛家里的门给揣得晃荡 王之叔没用 我三哥从里面用桌子抵住了门 我拽来着 王向洪赶紧一拳砸碎窗户玻璃 王之叔你们回去 跟你们没关系 我给回学抵命 头都是狗脑子 王毅进去 你抵命个屁 回学的是跟你没关系 你要是自杀 陈家能放得过回学家里 赶紧给我喝下去 他把牛奶袋子开口塞进陈静涛嘴里 陈静涛被他说得浑浑热热了 下意识就抱着包装袋喝了起来 王老师我喝不下去 王毅将他扶起来 抠嗓子眼往外吐 快点 于是陈静涛吐完了继续喝 喝不下去继续吐 陈静涛等陈家人进来 外面的社员们已经被他的操作给震慑住了 要是王老师早两年回来就好了 我外甥女喝老鼠药没救过来啊 要是当时有王老师 肯定能救回来 陈真是命大 碰上了王老师 王老师你能不能治狂犬病啊 谁的狂犬病啊 是我表弟得了 现在他已经很严重了 日日夜夜地学狗叫 跟狗一样爬 乱咬东西 还抬腿跟公狗一样撒尿 王毅听到这里一脸猛逼 这他娘是狂犬病 这他娘是一病吧 你给你亲戚说别害怕 送市里医院去看看 记住要去精神科看这个毛病 还能治吗 狂犬病不能治 你表弟这个能治 你们赶紧送他去市里医院就行了 这时候陈家的祖老来请王毅和王向洪 去家里坐着歇息歇息 现在当务之急事送陈静涛去洗位 送去了 他不赶紧把涛送去医院 你不懂别乱说 他刚喝下那么些盐乳 谁敢去刺激他 我知道误服了大量盐乳 不能乱动 让身边人赶紧去找豆浆灌肚子 有没有要磨盘的 把我家磨盘也给搬走吧 陈大叔 你家要是真不准备要这个磨盘了 能不能给我们学校啊 你要在学校里磨豆腐 王毅点点头 行 那你让你们队里人点运回去吧 这家伙可是死沉死沉的 你们队里得多来几个人 回城中王毅坐在船尾 感觉还挺可乐的 陈静涛的事情 你准备怎么处理 这个人很有意思 说难听点是死心眼 说好听点的话就是很负责任 船停码头 这回社员们已经上工了码头上人多 将磨盘运送进了大灶 9月10号 这是王毅在82年经历的第一个教师节 大清早的王向宏打开广播喇叭 出来的新闻就跟教师节有关 王向宏习惯性出来吹风招招手把王毅叫过去 聊了起来 王毅本来以为是一场随便的扯淡 结果给吓到了 现在其实没有教师节 听完王向宏介绍后真是目瞪口呆 他回到廷涛居后 接回了22年一趟 查了查教师节的来龙去脉 一切都跟王向宏说的一样 又上网搜了搜向袁隆平同志学习的相关活动 关于海水道的话题这样他一起搜了搜 王毅便精神一震 82年之前外岛就发现了野生的海水道 他打印了相关资料回到82年 上午正常上课 琢磨着怎么给教师们送礼物 结果有人给他送来了礼物 限制安局的快艇开了过来 王毅听说有人找自己去大队伍当公事 一看看到了郭家 王老师 今日快乐 这教师节才八字刚有一片 结果你们都知道了 是我们庄局让我来给你送礼物我才知道的 早就有教师节这一说了 51年就有了 今年才重新恢复教师节 我们庄局知道 因为庄局他可是把王老师这位好同志放在心里头的 掏出一个本子 上面写着共和国公务持枪证 王毅看到这个证件后真是大为惊喜 郭家将一个牛皮纸包递给他 家伙都在这里面 有20发的法定弹药 你别用这个 庄局给你另外准备了50发子弹 你要打枪就用那些子弹 王毅顿是爱不释手 这可是个狠家伙 王向红对此表示风轻云淡 王毅向他炫耀 这有啥 多也有啊 你也有 转业时候部队给我办的 因为我当时不只是回来干咱们生产队的干部 还是反间队的队员 反间队全是转业的军官 不管转业到什么单位 都给配别了武器 王毅听完这句话后 当场就是愣了一回 自己还是格局小了 下午他给教师们放了个假 于是教师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先别急着走 咱们学校的福利还没有发呢 真有礼物要发呀 大迷糊爆出来两个箱子 一个是金门第六机械厂的包装箱 一个是户都精心采电的包装箱 一套套服装鞋子分到大家伙手里 校长你这给我怎么也分了一套这样的好衣服 你该有一身正经衣服了 那个钟瑶瑶快要来上班了吧 我让他下个礼拜过来上班 那你礼拜天去接他 我跟支书说一声 你让大胆开天涯三号 送你去接人拿行李 到时候你就穿这一身过去 他回了一趟厅套居 出来后手里还有墨镜 然后他给漏勺戴上 就这样 好好捣持一下 绝对看不出你年纪比钟瑶瑶大不少 好啊好啊 我就这么穿着去 绝对震得他们队里人不敢说话 王毅又从中拿出保温杯 秋天是天干物燥的 大家上课说话多 难免口干舌燥 所以一人发一个杯子 以后上课好歹能喝口水 众人各自选了个杯子 剩下的就是彩电了 后天星期天 然后的这一届女子排球世界锦标赛的开幕战 我有预感 他们今年会拿一个世界冠军 所以咱们咱们要亲眼见证他们 王毅端出来一台电视机 一行人真是当场被震惊到了 这是一台二手电视机 是因为领导买了以后发现影响不好 偷偷看了半年又转手卖了出去 让我一个朋友帮我接手了 好家伙 队里有了电影放映机 现在还有了电视机 这时候王新招进来 电视机 这就是电视机 这太美了 太高科技了 他又飞快地跑进门市部里 哥 二猫快来看 电视机 哪有电视机 是哪个电影里放的电视机吗 是王老师 王老师他们那里有一台真的电视机 王新招的声音很大 王向宏已经被惊动便溜达着过来了 知书 王老师这里有一台大彩电 王向宏心里一哆嗦 这花钱小祖宗又干啥了 这是真不把钱当钱啊 王向宏走过去 心里头太震撼 因为他不知道电视机可以这么打 校长校长 这电视机插上就能出人影 我听六子说 这电视机放映跟电影放映不一样 又有天上的卫星指示才行 是泄号 泄号是卫生团下来的 不过没问题的 总乱倒别上荒芜 就不影响卫星泄号的传说 王一把电视机打开 然后露出了一个画面 是动物事件 大老虎 对对对 一头大老虎 好大好威风的老虎啊 然后他又沮丧 我爹为啥给我起名叫王丑猫 叫王丑猫多好啊 好了 这个电视机是能用的 不过信号不太好 画面有波动 知书 你去找一根长木头 咱们把天线竖起来 竖到大队尾办公室 要放我办公室那里 真的呀 除了大队尾办公室 咱们哪里还有更合适的地方呢 那这电视机我亲自来保护 把电视机抬过去吧 今天晚上知书 你就可以看上新闻联播了 好好好 我今晚上就不用听广播了 我可以在电视机里看新闻联播了 先别搬走 先看看老虎吧 行 你们愿意看的话那就先看一会吧 不差这一回 先带去办公室 这外面风挺大的 待会说不准阳光还能晒到 这会损坏电视机的 走 搬去办公室 然后再看 王一抱起电视机走向办公室 中午全岛都知道 大队尾办公室有了电视机的事 都纷纷往大队尾办公室里跑 大队尾办公室就挤满了人 外面还有人往里挤 里面的人往里挤 我看见了 里面还有空地 把电视关上 关上 谁也别想看 他麻辣隔壁的 一个个挤什么挤 大高你回去给我做个箱子 以后我把电视机锁起来 让你们谁也别想看 看到他发火 社员们害怕了 外面的不往里挤了 这走死电视啊 这看电视又什么好地 不如咱们看电影 为电影躲搭呀 你一懂什么 看电影能随时随地的看吗 看电视只要打开就能看 声音又嘈杂起来 王向红还要发火 知书 把桌子和电视机搬到外面去吧 让社员们都过过赶饮 好歹让咱都知道这电视是啥样子的吗 寿星爷这时候也来了 他在外面进不来 祥红啊 你把电视机这东西搬出来 让咱老少爷们都看看啥样子 你这在里面放着我们老家伙不敢进去 就是 进去几段胳膊几段腿的呢 不要老命了 王向红没辙 要不然分组来看的 四个组轮流来看 先搬出去吧 以后还是得在外面看电视 特别是后天开始有咱们女排运动员的国际大赛 到时候你怎么让社员们分组来看 王向红点点头 桌子已经搬出去了 王向红把电视机给爆出去 打开电视机 学着王毅的样子开始调换频道 下午王毅给杨文荣王兴国一行员上课 四点半回了听涛居 回了一趟二十二年 又在那些海鲜给生产队大造和中视频那边送过去 我这边能弄到正经的阳城湖大闸蟹 你这边要吗 要的话我给你准备一批 是听涛蟹还是洗澡蟹 什么话呢 正经的阳城湖大闸蟹 我这边弄不多 一千斤左右是没问题 你要是需要 需要 我这里肯定需要 那我给你准备五百斤 我自己也留下五百斤 咱们一人一半 王老弟你这人真的 没别的 就是各讲就讲一起 回到八十二年 傍晚强劳力们下工回来 大队委办公室又一次热闹起来 知书 啥时候放天气预报啊 你家里现在有收音机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叫中央新闻联播天气预报 肯定是新闻联播结束以后放啊 这回已经有外队社员来准备看电影了 王向宏连自己生产队的社员都不让看电视 何况是外队社员 于是他派了民兵把守在山路的顶上 不许外队人上山顶 可有些外队社员要去门市不买东西的 而且王毅看到这一幕觉得有些夸张 他过去跟王向宏商量让把民兵对撤了 然后先给关上 这样外队人自然会回去看电影 行 还不到六点钟 七点钟才有新闻联播 那我先回家去吃饭 你今天要看新闻联播 对啊 我最想看的就是新闻联播 可现在全队都在转 说今晚七点半 新闻联播结束后才会放天气预报啊 而且都在传这是你说的 现在都在这么站 他突然之间理解了王毅说这话的含义 王向宏颓然作响 失散了 王老师王老师 招地他爹 怎么了 东方不是说你想要找一副铜钱拖网吗 我丈人家里以前有一副这样的网 六几年的时候怕被人找麻烦 家里就让我大舅子给处理掉 但我大舅子的脾气 他哪能处理掉 于是我找了我大舅子问这回事 今天问出来了 这鱼网被磨破了 可铜钱都在 被我大舅子藏在院里桃树下头了 那铜钱挖出来了没有 挖出来了 那你看了吗 那些铜钱有没有长满铜锈 看了多多少少有些铜锈了 一听这话王毅有些失望了 你什么时候还要去你丈人家里 叫上我 咱们一起去 看看你大舅哥有没有兴趣出手那些铜钱 我给你问了 一枚铜钱要一块钱 王毅妈撒了一下下巴 队长的大舅哥要一枚铜钱一块钱 这差不多就是把他当冤大头来宰了 这是可以商量 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咱们过去跟你大舅哥商量商量 你明天下午要去城里置办货物室吧 要不然明天下午 我再对李请哥假陪你走一趟 行 去找漏手 你怎么神神叨叨的 让黄皮子给迷了 哪能呢 这不是明天去接钟瑶瑶同志吗 我有点紧张我这人嘴贱 我怕到时候得罪人家家里 所以就在这里练一练 紧张什么 正好明天我要出船 那我开船陪你去钟瑶瑶同志家里 咱们是去接员工的 不是去见丈母娘的 我让大国给你从门市部收拾点东西 还有服装队给钟瑶瑶同志做一身衣裳 这就当是给教职工发的福利 到时候把福利待遇往桌子上一摆一摊 我不信他家里头对你横挑鼻子熟挑眼 漏勺听他说完后 顿时把紧张之情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二天中午头王一喊队长过来吃饭 他便拎着一些黄瓜辣椒的过来 王一看了看他拿了鲜辣椒 便递给漏勺 正好 中午做个辣椒炒鸡蛋 不用不用 咱们这就走吧 遥遥邀请我去他家里吃中午饭 队长一听乐了 看来这是毛脚女婿上门的规格呀 漏勺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嗨 都是朋友 朋友上门的规格 一起去吃顿饭也行 咱把礼物备得厚实一点 漏勺去收拾自己 收拾完换上了一身西装 王一给他一块手表 好你个漏勺 这一下子气派了 你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个大师傅 像是个硅国华侨 天涯二号冲阔海浪 碾碎秋日的阳光奔驰向清凉岛 靠上岛屿西边的码头 王一让队长等在船上 他跟漏勺去 两人各自拎了两个包 漏勺这一露面让钟摇摇面露惊奇之色 王真平同志 你这是从哪里买来的西服 还真好看呢 王一这是第一次听到漏勺的真名 他一下子惊呆了 王 真平 真自卑的 他得从辈分上管漏勺叫爷爷啊 王老师你好 欢迎你来我们队里 这是 王老师陪我来请你的 他领着两人往家里走 我爹娘怕我去了你们天涯岛会被王真平给拐走了 他们不愿意让我去 王老师你来了可好了 你现在说话有用 我说话有什么用呀 我就是在我们生产队说话有用 王老师你可太谦虚了 你现在是咱们外岛的大能人 谁都想跟你拉近关系 到达目的地 中父中母一起走出院子来迎接客人 然后愣住了 爹娘 这个是王老师 你们没见过他但肯定听过他 这个就是王真平同志了 漏勺跟二老握手 露出了手表 本来准备冷淡处理漏勺的二老当场被整得不会了 来来来 赶紧进屋 客厅里有两个男人正在喝着茶水聊天 他们看到王毅和漏勺之后也愣住了 王老师啊 这不是王老师吗 二哥你弄傻脸 王老师今天来你说你不早说 你俩真是 你说王老师来咱这里你们不早说 早说我带两盒好烟过来 漏勺一听赶紧掏出香烟地上去 抽我的 中瑶要给双方介绍了一下 一个叫钟世新 一个叫钟晶景 王毅听到钟世新这个名字后愣了愣 你们队里是不是还有个叫钟世平的人 他应该现在还是个娃娃 三四岁吧 钟晶景和钟世新对视一眼 然后摇摇头 是二平 不过二平大号不叫钟世平吧 是不是金柱家的那个娃呀 金柱过年回来我听说他儿子叫什么平 王老师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一次有人提起过 说这个娃娃特别聪明 我这不是当教师的吗 所以就把这事给记在心里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有可能是金柱家的妖娃 等金柱下次回来找他问问怎么回事 坐下之后是喝茶 你们先等等 这茶叶都是沉茶了 等我回家去拿今年春茶过来 钟大叔你别麻烦了 你看我们这不是过来接钟摇摇同志去学校上班吗 我们学校福利挺好 昨天是教师节 我们校长给所有教职工准备了福利品 钟摇摇同志虽然还没有去上班 但我们校长也给他准备了福利品 打开了一个手提包 我说这么一堆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福利品都是生活用品 我给他把福利品带过来了 听了他的话 桌上几个人都很吃惊 教师节学校还给老师发福利品啊 他看向钟摇摇 从去年开始 有提议说以后将9月10号定为教师节 不过国家还没有立法通过这个提议 还有这个教师节发福利品 咱们学校哪里有这条件 王毅点点头 对 是这样子的 落勺看向钟摇摇 给你带的这些福利品放到哪里去 拿出一身衣服递给他 这是以后你的工作服 还有是生活用品 他把东西样样拿出来 落勺最后还拿出来一个精致的红色钱包递过去 看看这里面 钟摇摇下意识打开钱包 里面是整齐的票证 粮票肉票布票 都是商品票呀 也是咱们教职工的福利用品 钟士兴被这条件羡慕得忍无可忍 王老师 你们俩可能还不太清楚 我二哥不太乐意让我这大侄女去你们队里小学上班 这个怎么说呢 我家里有个小妹 她最近想找个工作我寻思着 听到这里钟府也忍无可忍了 不是大兴 你在我家你说这话 钟士兴有些尴尬 二哥咱们都是实在人 你不是不赞成让摇摇去他们天涯小学上班吗 钟父听钟士兴这一说她更尴尬 我当家的觉得摇摇没有厨艺 所以不赞成她去学校厨房上班 觉得她没有这个本事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得听 尊重摇摇的意见 钟父这回还是为难 原本想给漏勺施压 让漏勺打消对自家闺女的企图 结果万万没想到 她请了一个能人 碾压局啊 更没想到人家单位制福利待遇太好了 这样她便犹豫起来 钟摇摇拿起工作服看 爹娘 我都二十四了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做决定 我要去学校上班 老二 让摇摇过去上班吧 王家生产对现在好 摇摇过去错不了 王老师我妖妹挺有文化的 手脚也麻利 想给她找个好活 所以我意思是 你们学校还招人吗 你妖妹是自己去上班 还是想要脱家带口的过去 我妖妹刚二十 比我小十八岁 还没有结婚呢 哪有脱家带口 她就自己一口子 行 那让她一起去吧 我们学校大造正好缺人手 钟经紧犹豫了一下 那个我大外甥女 也挺好的 王老师要不然你也给她安排个工作 都能安排 然后菜上完 小王你吃肉 王老师你也吃鸡肉 来来来 大家都动筷子 吃完王毅带着漏勺先行回到船上 而此时队长正坐在船舱门口 抱着大唐瓷刚一下一下的名 好像是在喝酒 你说你真行 你也不弄点下酒的油 就这么干喝啊 没喝酒 大赏五头的喝什么酒 吃饭喝汤呢 吃的是开水泡方便面 喝的是面汤 王毅和漏勺走上了码头 队长只看见他们两个人 王老师肉老师 怎么了 他们家里不愿意让闺女来小学上班 能接钟瑶瑶去咱小学上班 全靠王老师的面子大 队长一听这话愣了愣 不光钟瑶瑶要去学校上班 还有他二妹也去 不光他们姐妹要去 还有钟金井和钟视频的亲戚也要去 一共要去四个女同志 都是未婚的 队长一听很欣喜 这不是好事吗 这不好了吗 一下子能去四个未婚女同志 那咱对李梅结婚的社员不高兴死了 不过人呢 人没再不用看了 人不会直接跟咱回去 毕竟四个人呢 他们得收拾收拾下个礼拜一一起过去 过去就直接上班 另外我也得回去跟芝叔说一声 得给他们安排住宿的地方 确实 这得给人家安排宿舍 这可怎么安排